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楼的洗手间 来看看一楼的客厅 饭厅 还有厨房的位置 总共这里的面积有27平方米 大厅这里采观不错 而且也带有一个收纳的位置 带有咱们的落地玻璃窗 一楼的地板跟场子已经重新装修过 放开饭式的厨房 灶头是用IH的 一楼的后面带有一个大概10平方米左右的阳室 后边的墙壁换了一个木纹风格的墙子 再来这一边就是洗浴的位置 放洗衣机的 还有洗面台 里面就是浴室 好了 我们上去二楼看看吧 上来二楼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 二楼总共有三个房间 全部都是12平方米 二楼的部分全部都更换过墙子 但是地板就没有更换过 但看上去还可以 另外这两个房间中间有道门可以躺开 可以把它打通 我估计是可能住小朋友 但是他们又可以打开这个门共同玩散 长大之后如果想要多点吃人的空间 可以就把这个门封掉 今天这个房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房子周边其实我看到住了很多年轻的农民 农民呢很多我们的印象都是老头 但是最近日本多了很多年轻人去做这个农业的工作 所以他们住的房呢 其实跟一般我们看的一户建呢 没有很大的差别 就只不过他们距离他们工作的地方呢 真的很近就在旁边 有一点再补充一下 很多人就问 到底我买这个一户建要交什么税呢 其实日本一户建的税项呢 主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呢就是这个建筑物的本体 第二就是土地 土地的话呢 有机会会升值 就是你的税可能会每年多交一点 但是呢建筑物呢 几乎因为它会折旧 所以呢每年 每年都会便宜一点 以这个物业来做例子 去年的固定资产税 加上都市计划税呢 加起来不到十万块钱一年 好了 今天的快钱看房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 留言给我们 下一次再见 回来 也见 事件 了 你有什么 肉 帅